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新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講話她自己幫你搭的 這麼長一個完全沒有動演 還不一定要用畫畫現場 就像另外一家也提供畫 就要 起床 叮咚 是有時候我身體不太舒服 我先去看個醫生 一直到了大概 快要下班的時間 對不起 聽到我的手機 叮咚叮咚 老 一個 公 一個 老公開車不要玩手機 一個字就一個 好 我是為了妳好 一切都是因為 是嗎 是關心喔 妳知道嗎 霍哥 前一陣子 我就是在我的粉絲專頁裡面 然後就有一個粉絲 他就留言給我 他就說 季晴你最近的髮色很好看喔 然後他就說 是什麼顏色 問號 哪裡染 問號 店名 問號 多少錢 問號 看完之後 你有眨眼的感覺嗎 好多問題 就是他現在是來跟我討債的嗎 就是整個感覺就想說 我是有欠妳錢嗎 所以他沒有加一句就說 麻煩妳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我想跟妳一樣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在這個社群網站方面 我們到底有哪些禮貌 是需要注意的喔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網路統計 以下有哪一個是被選為 就是在傳訊息的時候 是最會被討厭的行為 好 我們來看看囉 第一個就是愛傳語音訊息 這很方便啊 對啊 而且有些人 這很棒啊 好 那來看第二個是 聊到一半人就不見了 哪呢 好像還沒講完耶 好 第三個就是 講話就有分時段來講 這種時候常常其實會有誤會 所以要看看個人的喜好囉 我們要請我們三位來賓 到底哪一個 你覺得是最會被討厭的 來 請舉牌 大家全部都一樣耶 剛好耶 都有人選耶 那我們就從現場 唯一的一根草開始 一根草 一點草 來 我會選三的原因 是因為我個人很討厭 什麼叫加重語氣 就是有些人 他們會喜歡加重語氣 比如說我有一次 我就開車要來台北 然後我在開車開到一半 我想說我去便利商店 然後到便利商店裡面 先買個飲料 準備要在車上喝 然後我在賣料的同時 看到有群組的簡訊 我就回簡訊 趕快回 我回完了以後 要準備要上車的時候 我再上車一坐下來 這個時候我就聽到我的手機 電動 我想說什麼回應 什麼回應 對 很急耶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就趕快拿起來看 有人傳圖片給你 沒有 它上面就寫著 老 一個 一個 公 一個 不 一個 要 開 車 玩 手 一個次就一個 一個次一個 他想加重語氣 然後一拿起來就 我想說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是有什麼急事 所以分時段講是 老公不要開車 看手機就對了 對啊 我要強調 而且最後要有那個爆炸的圖 有沒有 啪 這樣 其實你可以一個打完就好 老公開車不要玩手機 我要加重 如果假如我真的是 在開車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我還要一折一折 讀 一個一個壓 還要慢慢滑 還要滑到下面才可以看得完 不是啊 我都很怕他開車 如果再回訊息 因為是在朋友的群組裡面 我就怕危險 我是為了你好 一切都是因為 是嗎 是關心嗎 是 那皓如呢 我就是二 聊到一半人不見 因為有時候你是問他問題 就譬如說上個連假 二二八好了 對 我們有好幾個家庭 在約說要不要出去玩 要去哪裡 那去那個地方可以烤肉 可以泡湯 那那個場地就問我們說 那我們那邊可以烤肉 你們是幾個人 還是你們要吃火鍋 然後所以有人就說都可以 都可以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這我到底要不要幫你們遞 有沒有 已毒啦 已毒了沒有 已毒了 被討厭 已毒了 但他不見了 你前面問大家行程的時候 大家都很多意見 然後每個人都有回 我覺得怎麼樣 我們家有什麼需求 不... 就說好 我們現在訂下來 麻煩大家給我你們家的資料 我們才可以填資料喔 已毒... 上面就安靜了 安靜 然後 就等好久 等一個小時 所以前面只是在聊天 沒有人真的要約就對了 真正要約的時候都好安靜喔 威婷選的是第一個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語音訊息是方便的 對啊 對 是方便 可是我覺得有個 重要的是工作 我覺得用語音 我覺得很容易出問題 是我可以跟你講說 下個禮拜可能要工作喔 然後它就斷掉了 那你記得要穿什麼 然後又斷掉了 你記得要戴什麼 你要講什麼 你是什麼 它就分斷獎的時候 然後當你回去 要找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必須全部再聽完一次 對 所以你就會說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還不如就是一次打完 然後設個公告 可是我覺得是 他的經紀人可能需要復健耶 他為什麼一個訊息 會講一講說斷掉 然後講一講又斷掉 因為很多人貼那個防暴隔熱膜 還是什麼的 保護貼 保護貼他的接觸可能有的 只能十秒或十五秒 所以我也覺得那很煩 因為你聽到一半又斷了 聽到一半又斷了 好 那我們來公布一下 就是到底哪些行為 是大家最討厭的呢 來看一下我們的正確解答 第一名就是 聊到一半就消失 真的超好 浩如 你猜對了 這真的很討厭 對啊 遺讀不回的人也很煩 好 第二個就是 半夜才回訊息 然後第三個 一句話分十次講 第四個一直問你 在幹嘛 在幹嘛 然後第五個就是 可能老人家比較常發生 長輩 就是那個問候圖 對 長輩圖 遭三餐問安的 第六個是狂傳語音 就亡人輔 第七個就是 不選字錯字一堆 然後第八個 雞同鴨講 第九個重要事情 已讀不回 第十個是圖片分開傳 我個人最有感的 其實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這個手機訊息上 有太多的通知 我也是 你們不會這樣問 就是會有紅紅的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錄影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錄影 我們手機就不能帶在身上 可是因為你有家庭的群組 有朋友的群組 有很多不同的群組 然後大家同時在聊天 可能他問一個問題 這群組裡面有三十個人 然後有一個人問了 第一個問題之後 每個人回答三句話 它就變成有九十個 那你就會看到裡面一開始 就開始看到兩百多個 有時候我錄影完了以後 有三四百個那種位置 真的 你就覺得頭很痛 那如果你是通訊軟體就算了 為什麼 因為你點進去了以後 它在比如說兩百個好了 它一下就不見了 一下就不見了 好 但是有另外一個 網路的社群軟體 它一樣會有顯示通知 就是你有幾則通知 可是那個通知是 你要每一則點進去 它才會消失了 有三個四個 然後當你一個照片 有七千個八千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上面那個數字 然後就想說完了 這個通知 我沒有辦法一次全部看 所以我這樣 點 所以我常常一通告下去 我就開始一直點 一直點 就希望你的 想不去取消通知 有什麼事啊 可以取消通知嗎 可以啊 為什麼可以 那你取消通知你就不知道 我們知道可以 可以喔 可以喔 在設定裡面都可以取消通知 因為我很早以前 就把這個都取消掉 是喔 因為我也是看到 未讀的會很慌張 你真的一忙下來 九九九都已經爆炸了 那種未讀 所以可以取消喔 那我還在想說 有些藝人他們那怎麼辦 那個每個站都有幾萬個 那不是點到快死掉了 沒有 其實現在還有一種是 結合語音跟錯字的 就是講話 他自己幫你打的 對 真的 然後很多人 就一邊講 仁甫哥 我今天想要訂你的名租 但是包動好像二十二個人 不對 可能是十五個人 我可能最後再跟你確定什麼 你就 然後我一追 它就傳過來了 你看 就這麼長一個 這麼長一個 完全沒有動點 他不一定要用畫畫現場 就像另外一家也提供畫 就比較什麼這樣 而且都會在盪壞人 這會瘋掉啦 厚如 你現在在我心目中 算脾氣很好的人 就是我在那邊看到這裡 我已經放棄了 我不想看 他沒折這樣 然後我真的是 看不懂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好 那我們明天早上再聊 好 太好笑了 這時候我們也是很困擾 是很困擾 那韋婷呢 其實我最害怕是 可能會表達一些就是立場 就例如說 我覺得這麼做 很愚蠢耶 然後什麼什麼 他就會在上面發一些什麼 他很支持的東西的 立場 新聞給你 指的是政治面嗎 還是社會事件 都會有 或是比如說新聞 或娛樂新聞 就是什麼很白癡 怎麼會這麼做 怎麼這個男生不好 什麼什麼的 有這個新聞 他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面 對 影響你的一些感官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很害怕 我覺得現在的人交朋友 就是人際關係 真的很多是在網路上面 還是有一些可能禮儀 或是美感 我們要特別注意 這方面我們就來問一下 我們的邱老師 好 訊息溝通的時候 要注意三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 用字要精確 像那個好啊 其實沒有意義 真的 還好 這沒有意義 我們很常打這些字 對啊 都可以 都可以 OK 這樣子可以吧 我最常寫 我最常寫就是 然後討厭說 我覺得你才討厭 通常我們看到 我們都會覺得 你後面還是不是要打什麼 對 然後等著發現沒有 就會罵髒話 感覺是沒有情緒 好像只是我知道了 這樣子 應付的感覺 對 所以竟然還是要精確 再來就是要 如果說你的用字 不是那麼精確 或是容易引起誤會 後面就要加表情符 例如說你是 在用你的幽默感 跟人家開玩笑 例如說你好煩 但是你後面一定要有一個 微笑 對 微笑 或者是笑到流出眼淚這樣子 人家就不會誤會了 那第三個我覺得 再多的通訊軟體 其實還是贏不了 親自見面 親自見面溝通 所以如果跟對方有機會 可以親自見面溝通 哪怕是一分鐘三十秒 或者講個電話 都要用這些方式 而盡量不要用軟體 來溝通一些重要的事情 是 對 我覺得有時候 是看到字會有一個 遐想空間 所以你剛剛講過 都是這樣調情的嗎 對 你不覺得自己在那時候 你今天很想你喔 就跟打字說想你喔 感覺就不太一樣 對 其實有些貼圖的使用 是有 是滿可愛的 增進情趣 但是 有人性化的一面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